哇 太熱血了 當你跨出第一步的時候 你會非常非常痛苦 我到現在的比賽年齡 總共是19年 19年都做一樣的事 他第一下下去我就有嚇到 整個手是可以伸進去的 接著開始把它糞便 就是很自然的就挖出來 我自己是對自己的故鄉台南很有情感 很捨不得這麼有故事的地方 就這樣就見了 我可以讓我的觀眾感覺耳目一新 我可以把我的記憶做得很深入 讓我的爸爸媽媽也感到驕傲 如果我們種大豆 它可以節省非常多水資源 所以大豆是一個很好的農作物 我們在自查的時候 有個叫尾料的動作 不斷的翻腳 同時間它的那個青草味 青味會退掉 然後氧氣進去 開始氧化之後 就有一個花香 它在設計的領域是真的全球知名的 整個台灣還有可能台灣市民 都很容易可以體驗 無農所設計的跨年的感覺 不要看 因為說老實話 有看到很醜的衣服 我會放不去 我們看到政治大學 居然養出了一個 可以稱霸UBA籃球聯賽的隊伍 它就是活成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樣子 用5000億也換不到生活 我叫Will 是一位全職投資者 投資是對自己相信的事物 注入決策 在這個世界中 我看到最大的投資項目 那是人生 別人眼裡的冒險 莽撞和服務正業 是他們眼中的實驗 實踐和實現 我想和每個努力投資人生的夢想家一起 找到不被定義綁住的理想人生 哇 這麼大吃的 你還要台灣製造 台灣製造 台灣驕傲人拜託 這樣子 你看到這個東西 定義是我的夢想 我最想走的布袋系的路線 爸爸看到你用這個 用到這樣 他會反對嗎 他怎麼笑 其實 有時候輸也是教練希望他們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其實真的不是不會的 而是我們真的是算把人生堵在籃球上 我覺得 他是一種默默的正在發生的一種革命 我們經歷了三年的疫情 我們不只沒有島 而且我們走到了法國 馬上要進入到日本 其實阿倫他的最大夢想是把BBC打造成童裝界的愛瑪士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蠻困難 因為這個基本上就是要挑戰全世界了 他希望把台灣帶回到一百多年以前 就是福爾摩沙的那個年代 然後用台灣的茶來跟全世界對話的那個鼎盛時期 我們這邊再白癡一喝這一杯就變天才了 真的嗎 那太好了 完全是我意料中之外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不知道說台灣的農業已經有人做到像 真的像美國那種狀態 難怪你說你可以保持得帥帥的 就把農舟做得很好 就是這個很乾淨 那個關鍵點你要知道 然後要控制點做到 當農夫不錯耶 可以考慮耶 年僅33歲的青年騎生 靠著研究價值投資 可能想像年僅33歲的Will 已經在短短5年內 口中每股五年內滾出千萬 其實小時候我的背景是 跟現在看起來可能差異蠻大的 可能家裡面環境的關係 所以從小就開始所謂跑路的生活 活著是很辛苦的 他就是一直在完成 我不可能完成的那個夢想 所以其實小時候印象最深刻 也是刺激我真的要好好用功讀書 就是當然每天常看到爸爸如果回家 就是跟媽媽吵架 其實看了都會覺得很難過 那十之八九一定是我的錢 那一直到有一次 那就那一天我們大概八點就洗燈 洗燈完之後呢 我也不知道是後來到幾點了 反正我跟弟弟都還沒有睡覺 那就聽到門外有那種機車 很多很多台那種聲音 然後也有那種就是反正咆哮的聲音 那基本上就是罵髒話 然後就是欠錢要還那種東西 那接著就突然間一個很大的聲響 嚇到我們就是有人拿那個 就是求棒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砸那個窗戶 那我跟弟弟就嚇到 但是姐姐就馬上把我們兩個的嘴巴捂住 就說不要出聲音 你有沒有出聲音的話 我們可能被抓走 就看不到媽媽了 所以那時候我跟弟弟就一直憋住 然後就一直聽著門外的人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走 那可能他還有噴氣啊幹嘛 我們也不知道 反正過了很久 他們可能發現裡面真的沒有人 還是怎麼樣他們就走了 那我跟弟弟還有姐姐 反正後來累了就睡著了 姐姐就試照顧我們睡 那等到早上阿媽她上完伴回來的時候 她其實看到那個狀況就是 滿目瘡癡的那種狀況 我就看到媽媽就真的是 蹲在那個門口 就這樣子 就是流淚啦 然後 這個有點 所以那時候我感覺到媽媽是很無助的 她也把它可以做都做完了 那 那 可是這是沒有辦法 我可以看到她每一次 寫電話箱 或是她要打電話去借錢 我們要繳學費什麼的 她都是會被羞辱的 那那時候就會希望自己可以趕快長大 可以改善這些狀況 可以改善這些狀況 台灣有大概500個牧場 然後有12萬頭乳牛 可是受醫師呢 只有大概20位左右 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我們喝到的牛奶 其實滿堪憂的 這隻有點輕微拉肚子 輕微軟便喔 我原來也跨出來有輕微拉肚子 因為我手在裡面摸大部分 這隻喔 有胎 但是它的羊水有點混濁喔 這隻也有懷孕喔 才30...38天而已 這個子罐拿OK 自然趴勤 幫我把眼角的牛屎剝掉一下 喂喂喂 哇嘎真的 肅然起敬 那個牛的糞便 直接是整個一塊在他那眼睛 他說幫我拿下來一下 就這樣剝掉 就繼續弄了 我現在想說 哇我身上被噴到再多 我都不應該講任何話 然後就反觀到說 其實我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其實也要像這樣子樂哉其中 他也就是一個憤青 他相信的事情就是 這個社會的不公義 是可以靠著我們的努力 去把它給擺平的 當BBC出現 我希望帶給的是一種新的 不管是思考、教育、思維 我要讓孩子沈浸在美的世界裡 今天我們兩個傳得很像 他是主角 我是配角 今天來帶他們體驗一下走秀人生 你看荷葉是扁的 整件都要重做 我覺得有點太高了 我已經快接近這邊 那裡太高 哪裡太高 這邊 這個圖案 雖然你看不到 但是你會感覺非常的 就是不舒服 OK 好 這個我真的 對 然後還有閃電的斜度 整個黑色的這一塊太平 你這邊的齒斜度會決定你最後的指點 然後還有這塊的斜度會影響你的袖子的色塊的斜度 這種一分這個距離 但是我覺得要再多這樣子 就是 就是這樣 這一小格 這一小格 我看一下這是大概 不到大概三公里左右 所以他會連三公里都去注意 姐姐你有沒有受不了他的時候 不會 他很好溝通 所以壓力都在你這邊 不好溝通了不在這邊 好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因為在這六年的創業裡面 有無數次可負責移 台灣可以做出好的衣服來嗎 日本的代理商 反購公司 看到我們的衣服告訴我說 你只要改成法國民 我們就立刻記你的衣服 我明明是台灣品牌 我為什麼要改法國民 所以我感謝在座的每一位貴賓 謝謝你們的支持 讓我們走到今天 謝謝 在2009年到2013年 完成了世界七大眾 八大戰超級麻辣雙賽 完成了勝中第一個夢想 一定要看你腳踩的地方 每一步都要切 聽不懂這種路你跑起來 對啊 你跑到挑釁喔 當下其實會有一兩次想到說 哇這個 要不我們先回去算了 這邊喔 地也是最安全喔 我真的沒想過 我這邊是會走這種路 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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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幾次是 看到那個Rose都往下了 然後我也是滑到自己會嚇到 那好險就是 他有跟我講說 要抓住什麼繩子等等的 抓住繩子 我也要特別 對 shout out to那個 攝影師 太強了 喔 喔 後面有一隻飛我 哈哈 我看到了 我看到上面那個 哇 選手的冒險是追求 時間 身體的極限 心靈的 極端環境的克服 嗯 你讀到那些邁哲爾的歷史 就會知道說原來 冒險的定義就是在探索未知 可能很多人知道 可能還真的不知道 101本身的燈光就是烏龍 對 對 今年也是第一次有總導演這個角色 嗯 是我第一次 也是第四101 他們第一次也是你的第一次 對 很難得的經驗啦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一個秀 然後把台灣台灣人最好的一面 就是把它放在國際舞台上 很幸運就是這一次是我把全台灣最好的團隊都找來了 以前比如說你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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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覺得精采精采精采 那棒完可是你有一點 太知道那個起承轉合 對 那但是這一次有點像交響樂 就是開始會有一個平衡 平衡每一個樂器這樣 好期待 這一次還不只是燈而已 包含煙火 音樂裝置 所以其實他剛剛講的時候 輕描淡寫一句話過去 我可以想像到後面 真的是 有很大的勇氣啊 7 7 7 6 5 4 3 2 1 我自己的腳本上面有寫就是說 為我們全世界人類消失的那三年的事件 就是做音樂的沉思 安靜之後才開始往上走 我們必須先安靜下來 然後你才重新開始看未來是什麼 其實對設計師來說 生活就是不斷的觀察跟實驗 然後他們再藉由實踐去看一下 我的下一個實驗會是在哪裡發生 對 我覺得整個世界都是他的實驗場 其實到底布袋戲是不是偽人的夢想 這個沒有人說得準 可能偽人自己也說不準 但是當他決定把注意力放在這上面的時候 他就會用心 那回到三十而立的精神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這個實驗啊 不是你要找到什麼對的事情 是把心態實驗出來 那這時候你的實驗 才會有以往感覺不到的收穫 那我們最後的實驗 大概就不是一個點 而是一連串的旅程 我會為了一個劇情 然後去準備非常非常多的道具 這種時間經歷什麼 基本上是不符成本的 對 沒關係就是 就是你把道具設備弄好之後 你自己看的 觀眾看的也開心 然後你自己演的也會比較認真 因為你東西設備做得非常的精緻 我覺得偉人是一個非常非常富足的人 比很多億萬富翁都還有富足 從偉人的這個經歷裡面 大家可以開始去有意識的想 你要把心用在哪裡 怎麼用心去看待每一個你想做的 就這個實驗呢 去找到那個你所認定要用心的事 開始去實踐它 那麼我相信幸福跟成功都會很快就來 這是我們嘉義的百香果田 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做一個室內的氣象站 去監控它的裡面的溫室度的部分 上面它就是一般家庭用的那些燈泡 就是要騙它的光周期 所以你看這個花的部分 哇 這一個每一個結尾都是一朵花 哦 對 如果你的光光周期不夠長的話 它只會做營養生長 就是長葉子而已 這個花是植物的什麼器官你知道嗎 雞雞 我們講文雅一點叫做 叫做性器官 對 它比較文雅 這個就是生長燈了 哇 然後最大的特色它是像 紅燈區那種感覺 在不同的座物裡面 它們不一樣的光譜 一樣回到我們老本行 光譜它對於 那座物在吸收 是特定的光譜在吸收 對 對 不同座物上面就不一樣的光配方 那你可以買它的不同的kit 就是為了種植是什麼 那它就會給你相對應的光譜模組 它有一個商業化的模組出來 哦 所以就像是可能某一些需要 土壤裡面的什麼礦物質 土就土的配方 對 微量元素的配方 光的配方 對 完全是我意料中之外的一個狀況 顛覆大家對於農民的那個印象 我可以看起來就是很得體 非常的fancy也好 或是看起來就是我的生活是很ok的 就是不是那種大家濾鏡裡面的農民形象 他們都是在投入巨大的精力 跟自己的時間做這場實驗 然後在實踐過程中 看到他們克服很多的困難 我們看到很多現在外商進來的這些素食 都是用這樣子的供應鏈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感覺到 非常非常開心的地方 因為這樣子的實驗結果 正在被這個世界所接受 我的品嘗是從它擺好的那個裝飾開始 就一切就是以簡單的玻璃 然後是它自己喜歡的設計 然後就是會鋪一些東西 我近幾年去參加國際賽 的茶葉都是經過深度的烘焙 對 就是熱傷害已經有了 後面就不需要像傳統的高山茶 鐵觀音 洞鼎烏龍 這麼高溫的去沖泡 所以它需要100度把它打開 OK 我用比較適合的像沖煎品咖啡的那一種水溫 去沖它 這一支是我去英國 日本得獎的其中一支作品 你可以嚕嚕看 或色香 或者是某些香檳的一個表現 哇 好香啊 這次光吳文就是一種享受 所以我倒到剛好的 我不要倒太滿 你大的空間是可以聞香 你在喝之前 看那個空間 讓它香氣 留在這裡 而且它可以 你可以對著陽光 可以看到那個燙色 這樣視覺 嗅覺 味覺都滿足夠的 都達到了 那它是很有科學實驗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因為它把 所謂的科學跟體驗這件事情 它弄得相對理智 那這個過程當中 就要它去做大量的實驗跟紀錄 每一個時間點 每一個節奏 點 先紀錄 點點點點點點 一堆的點 嗯 最後把它程式跑出來是一條線 對 點 線 面 最後才知道 原來 配合這樣的溫度 配合這樣的濕度 配合這樣的時間 時間 朝這個方向 會走向那個香型 它今天走向花香 炒香 果香 米香 米 甚至超高溫的時候 有時候會到 可可 巧克力的味道 有時候 再帶一點濕度 可能還有威士忌酒的味道 嗯 其實這裡面有 百分之五 只有五個百分之 就是它成功的那些自插的那些曲線 百分之九十五是失敗的 所以 今天那百分之九十五就是讓它 花了很多錢的地方 很多時間的地方 它只能靠這百分之五的賺錢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他說 最珍貴的是那個百分之九十五 我希望大家可以從 Jacky的身上學到的 非常非常重要一點 找到自己想要解決的問題 今天 我做茶 我要賣茶 OK 賣茶不是我的目的 我要做出一個 可以讓台灣重新回到世界等級的茶 那麼我以這個為出發點 賺錢就是其次 所以每個人都需要找到 自己想要解決的問題 只要可以理解這一點 我相信每一個人 首先可以賺到錢 但賺到錢是其次 是在賺到錢之外 找到一種 更值得自己活著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才說 最富有的人 並不是 我有最多錢的人 而是擁有那一種 你給他再兜錢 想要他過另外一種生活 他都還是會過回本來生活的人 他就是活成我心目中 最理想的樣子 用五千億也換不到的生活 他就叫洪正傑 我看一下你這個人 是 我在看一下這個 很不搭是不是 很不搭 你一樣是搬這個去 給大家插花的工友 我一想到插花就是那種 很貴婦 然後很氣質的人 然後在一個很 清音樂的環境裡面 然後伴隨著花 花香 而不是剛剛那個畫面 就這樣我覺得 有所覺悟 有一個慚愧的點 就因為我自己 一直自認為自己 沒有藝術細胞 我就一概就是 屏蔽掉了 但看到他這樣 他其實念新聞 也跟那個沒有關係 他應該是跨過了很多 大的障礙 然後才走到 今天我們看到他 這麼多才多藝 這是今天的主角 這個就是張學 OK 對 他為了要整修金聲 神靈必須先請出來 OK 對 然後現在都完了之後 他開始要再接受 香火跟祭拜的時候 要做一個 開光麒麟的動作 再把那個神靈 透過儀式 把他引擎進去 他就像是新官 重新上任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的 最主要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台南的天壇 他是供奉玉皇大帝 這個就是一個 類似像古代封建制度 新官上任 要去續職 對對對 然後去領他的官映之類的 所以他換是收假 對對對 對對對 算是可以這麼說 講得太好了 我覺得這就是紀錄 傳統廟會好的地方 我永遠不知道 待會會有什麼值得紀錄的 那你就跟著他 對 然後各種題材 都可以去紀錄發會 不過我覺得很可惜啦 大部分 你都要自己深入去了解 對 你才會知道 他們做這些 你沒有問題 也沒有人知道 因為廟宇長期耕耘在裡面的人 他就沒辦法說 知道什麼管道 可以讓他知道這麼深遠 那就是我們的 功能所在 我今天帶相機 然後 廟宝跟 世界的橋樓 對一個窗口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是這樣子的事情 在你因為不了解 而產生一些負面想法的時候 我告訴你他有更深的典故 那你各自去感受 如果你能認同的話 那希望這個 這個東西可以繼續延續 或推廣開來 那你不能認同也沒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不是為了要 贏熱鬧贏熱鬧 對 有更深遠的意義在 這裡的神尊 在2014年 包括 你可以看到裡面很大尊的那一尊 對 其實是要被燒掉 蛤為什麼 我們的老管主 施政茂先生 他因為病室 有另外一批人來承接 是 消息一出來說 神明要燒化掉 每天都好像 淨香團 一堆人來超勝 然後就說 要把這裡的神明給 請回家 對 看一尊多少錢要花錢 然後聽起來我覺得很心酸 那後來也是他的孫女婿 給承接下來 那我畢竟我自己是對 自己的故鄉太難 很有情感 那我很害怕說 我會覺得很捨不得 這麼有故事的地方 對 在我們這種末世下 就這樣 就得見了 對 透過這些老照片的故事 跟前輩告訴我們的一些經驗 我告訴我自己說 我要找更多的人 來把這個地方給撐起來 我至少從他身上看到了 一個人要活得很幸福的秘密 他從來沒有講過犧牲 或是我付出的所有這件事情 所以只要我們可以去淡化 自己有付出 或者犧牲的這種感覺 那麼你就會發現 你的注意力會放在 你得到的哪一些 你的奶要醒一下嗎?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茶酒咖啡 其實都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但是牛奶其實它就是一個 喝營養的農產品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在 國王女王那邊討教說 到底有沒有可能其實牛奶也可以 慢慢開始建立這樣的一個系統 所以那時候國王也 就是用還有蒼姐 用很多的方式包含說 我們一起到牧場 然後我們去一個一個去 去把寶貝食物 我跟牛大便 鮮奶裡面會出現的味道 大概是有60種左右 對 那我們來做一個牛乳的風味輪 為什麼想要再做這個事情 感覺蠻折騰的 好牛奶沒有被定義過嘛 就是其實大家一般大概說 這個牛奶很好喝 但是好喝是怎麼樣 像我們在這個計畫過程中 其實炒真的有可能好吃更不好吃 哈哈哈哈 全世界各地還沒有真正建立 有系統性的品牌的一個機制 對不對 所以算是我們有可能算是 正在建立一個台灣第一以外 有可能是世界第一做乳品加值的一個品評計畫 這樣真的跟你講了 這邊就變世界中心了 對著世界中心 哈哈哈哈 聽過一句很棒的話 他說如果你去問全世界所有偉大的創業家 企業家 在他們生命最後一天 他們唯一的遺憾都會是 當時的夢做得不夠大 你可以做越大的夢 那你才會有越多可能 我們是見證了他們衝第一的過程 所以蠻幸運的 哈哈哈哈 在更享受的時候 是在那種很好跑的山徑 然後海拔很高 風景超美 然後你速度可以維持很快的 在峽谷跟小孩街 一直不斷的前進 那個就是 哇 最享受的過程 我一直注意腳下 他就說欸 Will你看前面 我一看就是很大的河 然後山這樣子 他說這就是我在跑那個 越野比賽 極限極地比賽的時候 大概是這個在100倍 所以那時候突然領悟到說 可能 我們看得到他好像很刻苦 激烈的是那一面 但他心裡面是很享受的 會用去在意人家跟你講 只要不用在意人家跟你的評價啊 就是把自己做好就好 你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就是 我會一直跟我的學員講說 站在未來安排現在 但是很多人的生活都是且戰且走 但你就會是 欸我就是要當極地運動員 然後回來看我應該做什麼 這些運動員其實他們平常 承受的不只有像我今天 我會往119那邊走 好吧 我們在那邊見 前面有看到 之前拍一下 要先幫你打119 不用打我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發現說每一個運動員的養成都是不簡單的 很多在台灣基層體育環境的人 他有一些是因為興趣 但可能更多是因為要 小缺金 或者是 就是希望可以 藉由走這條路 讓自己 家裡面可以好過一點點 對 那就希望我藉由自己的一點點 心力 除了讓他們在體育上面可以更加沒有後顧之憂之外 也可以知道說自己只要專注把球打好就好 開心的打就好 打不好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世界上不是只有要念書 不是只有把球打好 還有很多很多別條路可以走 一樣都可以走得很成功 讓家人幸福也讓自己過得很快樂 沒問題 沒問題 有時候沒問題 但其實 我覺得沒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 惡魔就是常 有時候就常在那個 你在 你自己覺得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 想到政治大學 一般人應該會覺得跟運動跟體育 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 近幾年 我們看到政治大學 居然養出了一個可以稱霸UBA籃球聯賽的隊伍 可以稱霸UBA籃球聯賽的隊伍 我們寧願在現在輸嘛 對不對 八強輸 絕對不要前進 只輸了一場就是冠軍賽 那就OK 所以要輸就輸這一場 其實 有時候輸也是教練希望他們這樣子 真的 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他們不會知道 他們哪裡差在哪裡 哪裡沒有做好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一直在 扶許他們 就一直扶許他們 因為 你要成為更好的球員 更好的球隊 你不能太自滿 在政大很多競技或是 所謂的以前的一些 想法我們都突破了 馬上學生放在前面 這個做完就是該練球 兩件事情都專心做好 比起你選擇一個事情 你現在來到球場還在煩惱那邊 還不如你就把它解決掉 可是很多教練會說 你現在是運動員 你以後就打自然 你先不要管 我幫你跟教授講 反正你拿冠軍就是歐帕 你都會這樣 我們這邊是比較沒辦法 剛上來的時候 其實真的有點不習慣 籃球跟學業都要堅固的話 其實真的是好辛苦 我覺得不是我們不會賭 就是大家可能就會覺得說 不從贏 我們不從贏 可是我覺得其實真的不是不能賭 可是我們真的是算 把人生讀在籃球上 我覺得 人家是讀 國中高中是讀書上來 他們知道在科學上怎麼認真 也就是怎麼應對考試 怎麼應對考試 但我們只是一個 接觸於陌生的東西 其實我可以感覺到的一點是 他們是看得特別遠的孩子們 他們沒有這樣的選擇 是因為他們看到更多可能 他們看到了更遠的未來 重點是什麼選擇 選擇哪一條路 而是要選擇用什麼態度 面對他選擇的路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籃球又是一個團隊運動 那可能對將來出社會找工作 都有幫助 因為你個人能力好是一回事情 但是要學對怎麼樣一個teamwork team spirit 那我覺得籃球隊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歷練磨練的一個地方 球員生涯其實很短 主要就是不打球以後 我們仍然有他的專長 有他的文品 有他的一技之長 能夠在他的career 能夠繼續能夠扮演一個很好的一個角色 對於動腦的工作來講 你就是要把自己丟到一個就是 不把注意力集中 你下一秒會死掉 然後你就會暫時會發現說 工作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我現在在海上 我可能會被浪打死 然後你就會專心地去 專注在你的生命上面 然後你就會放鬆 你不能總是覺得說 沒有好的浪我什麼都不要做 而是你要開始去想 這個不好的浪我可以做什麼 那個不好的浪我不能做了 那我可以想什麼 這樣子就算你只是趴在那邊 什麼都沒有做 其實你什麼都在做 都在進步 那這個我就覺得是 衝浪他那個 可能烏龍想要告訴我的 精髓所在 我剛剛覺得蠻療癒的 對啊 而且不覺得就是當你 因為你當你站起來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 然後你踩在浪上面 所以我覺得他的實驗精神真的 也很值得我學習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他 基本上是一個 不會只活在自己舒適圈的人 就明明他可以按照本來的方式做 然後就有一樣的收入啊那些的 可是他偏偏就是要不一樣 然後面臨著可能失敗的風險啊 然後讓可能整個專案的難度提升了 可能幾百倍以上 他也是要這樣子做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人生應該是蠻夠贏的 生命就是一個從發散到收斂的過程 所以我們藉由實驗 直到上這個山 實踐開始上山 到實現上第一個山的時候 我們才有機會去看到 後面那個更大的山頭 所以三十而立本身就是一個 成功的過程 一旦你開始踏上實驗的旅程 那麼你已經是成功的一部分 簡單的事情重複做 你能夠變成是專業 專業的事情重複在做 你就能夠變成是卓越 你看到照片你可以去發想一些過去的事情 然後也可以給你一些靈感 去做後面更多的事情 設計真的是來自生活 你為什麼要做設計 其實你就是為了要更好的生活 所以你得把生活這件事情拉到前面 你才知道你設計做得對不對 我們必須讓孩子去體驗 然後他才能夠探索自己 然後認識自己 然後變成他可以造就他喜歡的那個自己 可以為這個地方也好 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 然後吸引更多的輕容 願意覺得有希望 我願意回來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幸福的那個秘密 永遠去問自己 我還能做什麼 我願意 你成功 我願意 你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